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爺爺的祖先是四百年前 因為開墾從中國來的 外公是六十年前 因為戰爭從大陸來的 從小課本裡 我們的國土是北京、天津、上海、廣州 是海的對面那個國土 像是秋海棠葉子一樣的國家 中國人、大陸人、中華民國人、台灣人 我們有太多重複的身份 太多的歷史包袱 卻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誰 在台灣 只要提到我們是誰 就會敏感的跟政治承擔關係 每個人都會有不同的解釋 或急著用自己的觀點說服你 或根本不想去想這個問題 也因為這樣複雜的身份對立 讓這塊土地上的人 每到了選舉 就會被政黨給綁架 彼此真的投破血流 彼此不能好好的前進 只能眼睜睜的看著 曾經是亞洲式小龍的我們 沒了光環 更迷失了前進的方向 直到我們長大的那一天 懂得走上街頭抗議的那一天 懂得為公平正義出身的那一天 我才明白 我們的雪是這塊土地的雪 這座島嶼的雪 是它餵養了我們 每次出國回來 飛機漸漸接近台灣的上空 我們都會很興奮 隔著窗子 下面那個小小的燈火通明的島 就是我們的家 我知道 這塊土地上的人民 是世界上最熱情 最善良 最勤勞的 還有 嘗不完的美食 看不完的景色 美麗的海岸 壯麗的山林 繁華的都市 清脆的田園 我們的身份固然重要 但我相信 時間終究會給出答案 然而最重要的應該是 我們的母親 我們那個不會說話 不會抱怨 不會喊多的母親 她已經遭受太多的蹂躏 太多的開發 太多的污染 太多的傷痕 我們應該以身為她的孩子 而感到光榮 感到驕傲 好好的攜手愛她 珍惜她 我們的家 台灣 對妳的生活 對妳的生活 只能保存在 這一個很快 她的生活 我心想說 她的生活 她的生活